你好,读者朋友们,你们好。今天是又一个晴朗的日子,你感觉如何?是时候让小编再和你见面了,我希望你们都玩得开心。 如果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小编编辑的文章,读完文章后不要急着离开,称赞小编。 本文的主题是王妃12岁的女儿和冯小缸28岁的女儿纯列完全不同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众所周知,王妃以她独特的颤音技巧赢得了许多冠军,也引起了很多关注。 她的婚姻生活是曲折的,她和第一任丈夫都为生下一个女儿后,不久就离婚了。 从那以后,她和谢霆锋联系了一段时间,最后分手了。 后来,她嫁给了她的第二任丈夫李亚腾,并生了一个女儿。 几年后,她又离婚了。 迄今为止,仍与谢霆锋保持联系,他们似乎一直在心里互相记着,最终走到了一起。 王妃的婚姻生活真的很曲折,当怀上第二个孩子时,发现这个孩子有纯恶劣,这对他们两个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,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这个孩子,坚持要生下他。 出生时,李烟的纯列经过多次修复手术后明显好转,在很小的时候,真的很痛苦。 现在和正常的孩子没什么不同,为了防止李烟有心灵阴影和自卑,王妃经常带她去各种大大小小的派对,希望她能像正常人一样快乐地成长。 李烟的到来给王妃和李亚彭带来了灵感,他们决定共同成立一个名为燕燃天使基金会,专门为纯列儿童和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治疗,让他们像正常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。 直到现在,李烟也一直是个大女孩,从照片来看,她的嘴和正常人的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,但是没关系,她现在非常快乐,自信,简单,供了,她母亲似乎没有白色的想法。 现在,即使她面对镜头和观众,她也没有气场,这表明她没有留下任何阴影,而是继承了她母亲的优秀才华。 然而,我们仍然希望她健康快乐地成长。 毕竟,这是最重要的事情,在娱乐圈,另一个导演的女儿也患有纯恶劣,她是冯小刚的女儿冯思雨。 然而,她不是徐帆的孩子,而是冯小刚和她的前妻所生。 女儿出生时,她被告知纯烈非常严重,并建议再生一个。 然而,冯小刚从未放弃,用心给女儿治疗和做手术。 与李烟相比,冯思雨的纯烈修复手术可以说是完美的。 28岁时,她看起来和其他女孩没有什么不同,看起来非常漂亮。 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有望发展成为像她父亲冯小刚一样的演艺圈。 很多明星的孩子都有缺陷,就像杨幂的女儿,刚出生的时候心脏就偏小,这些缺陷很难看出来。 有些孩子的缺陷就十分明显,比如李亚鹏和王菲的女儿李烟患有唇裂,也便是兔唇,冯小刚的女儿冯思雨也是,不过,固然同是兔唇,两人的差异却很大。 冯小刚和前妻张帝有一个女儿,叫冯思雨,女儿在出生之后发现患有兔唇,随人时候兔唇男之律,连大夫劝冯小刚放弃。 医院能够提供证明,如许冯小刚还能重新再生一个孩子,但是,冯小刚坚决要留下她,她表示,我不能够放弃我的孩子。 和冯思雨一样,李烟也是患有先天性的唇裂,不过和冯小刚不一样。 王菲在怀胎四个月的时候,大夫就告知王菲和李亚鹏,孩子患有先天性的唇裂, 夫妻两人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一直坚没,最后王菲决意要生下李烟,她说她的信奉要求她这么做,李烟出生之后就被送到国外进行检查和修复手术。 李烟被王菲和李亚鹏保护得很好,顺遂完成了修复手术。 夫妻两人也成立了燕燃天使基金会,主要赞助贫穷的纯烈孩子做修复手术,让很多纯烈孩子看到了盼望。 同事兔纯,和冯思雨相比,李烟的病情更严峻,是纯烈加恶劣。 因而虽然做了修复手术,也能看到很明显的痕迹,不过李烟也算侥幸了。 假如是平凡家庭,是担负不起这么昂扬的修复费用的,燕燃天使基金也的确解救了很难。